耶! Kondo-san 从前从前 有位叫做杰佩托的木匠 他的木雕很精致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这位木匠 他的技术很好 喜欢制作木偶 他的店充满了木偶们 有时候他卖掉木偶 有时候他把木偶送给小孩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有一个小孩 亲爱的上天 希望我能有个小孩 跟我做的这些木偶一起玩 他能在这长长冬夜里 陪伴着我 有一天他到森林里 为了制作新的木偶 寻找适合的木头 这就是我要找的木头 坚固 而且又适合雕刻 我可以很容易地 做出鼻子 嘴巴 还有手臂 一定会是很好的木偶 他把找到的木头 放在肩膀上带回家 放在工作台上 开始制作 突然 他听到一个声音 哪里来的声音啊 他继续雕刻 我大概在做梦吧 声音不可能从木头传来 我想我糊涂了 以为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 杰佩托继续工作着 充满毅力跟耐心 他终于完成木偶的头 身体 手臂 跟脚 他欣赏着他的作品 真是个漂亮的木偶啊 但是他需要衣服 还有鞋子 他帮木偶穿上 小孩的衣服跟鞋子 木偶变成一个 可爱的小男孩 杰佩托将他放在桌上 既然我没有孩子 我可以把这木偶 当成朋友 叫什么名字好呢 对了 叫皮诺丘 你的名字就叫皮诺丘 他开始整理工作台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背后传来声音 你好 他转过头来 没人 只有小木偶 他继续整理着 哈喽 父亲 姐佩托 皮诺丘突然从桌上跳下来 他开始在店里闲晃 老天啊 木偶竟然活过来了 惊讶 惊讶的是 木偶张开眼睛看着他 皮诺丘不是人 但是会说话 会走路 也会玩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结佩佩托 很开心 皮诺丘从来没离开过店里 他会帮忙工作 到了晚上 他们会坐在壁炉旁聊天 皮诺丘 可以帮我拿锯子吗 当然可以 皮诺丘 钉子在哪儿啊 在这里 就这样 他们快乐地生活了好几年 是时候让皮诺丘 去学校上课了 但却没有钱帮他买笔记本 笔 跟书包 结佩托 有一只爸爸留下来的手表 他把手表带到古董店卖掉 然后把钱给皮诺丘 皮诺丘 这些钱给你 让你去买上学要用的东西 去买笔记本 笔还有书包 然后直接去上课 皮诺丘把钱放在口袋里 然后出发去学校了 当他在去商店的路上 人们看到他之后 怯怯思语 好奇怪的小孩 看起来 看起来像木偶一样 过了一阵子 一个彩色巨大的帐篷出现在他面前 有一群人在门口排队给钱 然后走进去 然后走进去 他好奇地走到门口 看到一位小丑在门口逗人笑 然后收钱让人家进去 先生 这帐篷是做什么的 里面有什么 可以进去吗 这是马戏团 这是马戏团 你没钱就不能进去 他记得他口袋有钱 是他父亲给他去学校用的 我有钱 给你 他走进去 里面有一个人 用木偶在台上表演说话跟唱歌 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木偶 很高兴看到跟他一样的木偶 皮诺丘跳上台 木偶师注意到他 惊讶地尖叫 我的天哪 这个木偶会自己逗啊 我可以用它来赚钱了 哈哈 嘿小家伙来这里 这里面有很厉害的动物秀 你要看吗 真的吗 我要看 在哪里 这间吗 皮诺丘相信木偶师说的话 走进了房间 但等皮诺丘一走进去 木偶师就把门上锁 可怜的皮诺丘很难过 哭了起来 我犯错了 我用掉了学校的钱 我没听父亲的话 现在陷入了麻烦 我该怎么办才好 小仙子看到皮诺丘后悔地哭了 从窗户飞进去 停在皮诺丘待的房间桌上 他是有着魔杖闪耀的翅膀 跟金发的漂亮仙子 哇 嗨 皮诺丘 别担心 我会救你 但是你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不要忘记 必须要说实话才行 呃 我父亲给我钱去看马戏团 可是有个人把我关在这里 皮诺丘的鼻子突然开始变长 他吓到了 啊 怎么会变这样 皮诺丘 我告诉过你 必须要说实话 如果你说谎 你的鼻子会变更长 皮诺丘道歉后 跟小仙子说出真相 他的鼻子立刻回复原状 皮诺丘 既然你已经后悔了 现在我把你救出去 把你的钱还给你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 你知识好仙子 非常感谢你 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我不应该不听话 来马戏团还被动物引诱 是我犯了错 真的好丢脸 小仙子用魔杖打开了门锁 带皮诺丘离开马戏团 于是皮诺丘回到路上 一边唱歌 一边出发到学校 当他开心地走在路上 一只狡猾的狐狸跟乌鸦 出现在他面前 这是谁家小孩 看起来很好骗 他的口袋里大概有钱 嘿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学校 你又没有笔记本 铅笔跟书包 怎么去学校呢 我是没有 但是我口袋有钱 等一下就会去买 狐狸跟乌鸦看了看彼此 然后笑得非常奸诈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可以很容易就骗到他的钱 哦 这些钱根本不够 你买不到全部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有店全部卖半家 如果你需要给我们钱 我们可以很快去帮你买回来 当然 你还会有钱剩下来呢 哦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真的好好哦 好的 你坐在这棵树下等我们 我们去帮你把东西买回来 皮诺丘把钱全部给狐狸跟乌鸦 坐在树下等啊等 他等了很久很久 过了很长时间 皮诺丘终于发现他被骗了 他很难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突然 小仙子挥动着翅膀 又出现在他面前 你还没到学校 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希望你没忘记上次的教训 请你告诉我实话 觉得钱被骗走很丢脸 皮诺丘又说谎了 嗯 因为我的钱在路上掉了 说了谎 皮诺丘的鼻子又再一次变长了 我说过要说实话 皮诺丘 如果你说谎 你的鼻子会变得比之前更长 皮诺丘道歉之后 告诉小仙子真相 再一次的 他的鼻子恢复正常 真的很谢谢你 但是我还是没有钱 可以买笔记本 铅笔 还有书包 我好丢脸哦 因为你乖乖地 跟我说实话 钱已经在你口袋了 别再弄丢了 当皮诺丘边走边唱歌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前方站着马戏团的木偶师 木偶师看到逃跑的皮诺丘时 开始追他 快回来 你这个顽皮的木偶 皮诺丘惊恐地逃跑 却不小心半道石头 掉进海里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因为它是木头做的 不会沉下去 它为了不要沉下去 而挥动手脚 它发现它在游泳 它非常喜欢 所以一直游 一直游 一直游 但那天 海浪非常大 把它打到很远的地方 它在海中间漂流 因为疲倦产生睡意 它又不会沉下去 所以就一直在海上漂流 让它醒过来 发现眼前一片黑 这是怎么回事 我在哪里 这里又是哪里 好臭哦 等它的眼睛适应黑暗 它才发现它在鲸鱼的胃里 原来它被鲸鱼吞下去了 杰佩托非常担心皮诺丘 怎么还没回家 于是四处找它 在街上到处问人 看见一个木头小男孩 经过这里吗 他一路问到海边 碰到了渔夫 大概一个小时前 有个小男孩 掉进海里 他可能是你的儿子 听你借我船 我要去海里找他 我必须找到他 渔夫借给他一艘小船 杰佩托搭上船 滑向海中 皮诺丘 我的儿子 皮诺丘 你在哪里 小船受不了巨浪 于是被打翻了 杰佩托跌入海中 吞了皮诺丘的鲸鱼 刚好也吞了杰佩托 四周一片黑暗 他也不知道它在哪里 但皮诺丘 看到他 开始哭泣 父亲 父亲 你找到我了 我好怕 皮诺丘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父亲 请原谅我 我再也不会 不听你的话了 好 皮诺丘 我们回家再说 现在要找出方法 离开这里 父亲 我想试试这个方法 希望会成功 小仙子 小仙子 你听得到我叫你吗 海浪把他的声音 海浪把他的声音传到小仙子的耳朵里 天哪 是皮诺丘的声音 小仙子飞向他 出现在他们面前 皮诺丘 皮诺丘 你是真的后悔了 那么我再帮你最后一次 他用魔杖点了点他们 他们发现自己在海岸边 那天过后 皮诺丘变成很聪明的孩子 总是听父亲的话 他去上课 也像以前一样 帮父亲的忙 小仙子 偶尔会测试皮诺丘 他知道皮诺丘 不会再说谎了 也会听父亲的话 他说 现在是好时机 某天晚上 趁皮诺丘睡觉的时候 把他变成真正的小孩 第二天皮诺丘起来 他觉得有点怪 他的心在跳 感觉血液在全身流动 他不再是木头做的 而是真正的孩子了 他跑向他的父亲 父亲 父亲 你看 我变成真的男孩了 我的天哪 我的祈祷成真了 我现在有个真正的儿子了 那天开始 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 皮诺丘现在是个 让人骄傲的孩子 别打我呀 小羊们打我的头 烦死了 来吧 赶紧下载我们的游戏 看看你多快 从前从前 有个名叫陶勒斯的女孩 她跟她的亨利叔叔 爱母阿姨住在坎萨斯 他们的房子非常小 是一间在郊外的小木屋 陶勒斯喜欢在田野间跑步 跟她的狗可可一起玩 有一天 她在外面玩的时候 天空突然开始变暗 暴风即将来袭 她的阿姨跟叔叔 开始一边关窗户 一边呼叫陶勒斯 陶勒斯 快进屋里来 快点 龙卷风要来了 陶勒斯跟可可 跑向屋子 但是在他们躲好之前 龙卷风转那转地 卷起小屋 甚至连地基一并吹起 可可跟陶勒斯 还有屋子被卷起 陶勒斯紧紧抱着她的狗 等待龙卷风结束 可可不要害怕 很快就结束了 终于 房子发出声响落到某处 龙卷风过后 一切恢复平静 陶勒斯跟可可走出屋外 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到处都是各种颜色闪耀的花朵 突然 几位小仙女从花里飞出来迎接他们 在最前面的是仙女王后 欢迎你 陶勒斯 我是北国的仙女 我和我的守护仙子来这里恭喜你 哈喽 仙女王后 很高兴能见到你 但是我不懂 为什么要恭喜我 强烈的龙卷风 把你跟屋子一起带来 把西国魔女 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拯救了国家 避免很大的危险 真的吗 非常谢谢你女士 至少屋子被吹走 有带来好处 陶勒斯 看看这里 这是西国魔女 一直很想要的鞋子 她才刚刚得到这双鞋 但她应该是被吹走 把鞋掉在这里 快穿上这双鞋 你之后会需要她的 虽然不懂为什么 但陶勒斯还是脱掉鞋子 立刻换上这双新鞋 亲爱的仙女 我该怎么回家呢 请你帮帮我 拜托你 我很抱歉 只要奥兹国王 能帮你逃了死 你必须到他住的地方 从这里 沿着这条路 进到森林 走过森林就到了 当你抵达时 会看到城堡在你眼前 再见 突然 所有的仙女 都慢慢升起飞走了 陶勒斯跟可可 开始走向仙女说的路 没过多久 他们经过麦田 那是一个黄金麦田 陶勒斯听到一个声音 嘿漂亮女孩 请帮帮我好吗 陶勒斯转身一看 一个稻草人转在那里 他想得到自由 却被绑在柱子上 看到会说话的稻草人 陶勒斯惊讶地跑向他 请帮我脱离这柱子 我想要自由 如果我有头脑的话 或许可以想到方法脱困 我们要去找奥兹国王 请他帮我们回家 如果你加入我和可可 也许也可以请他 给你一颗头脑 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 我当然愿意一起去 快救我脱离这根柱子 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陶勒斯把稻草人救了下来 他们立刻踏上他们的旅程 终于到达森林了 在路边有一个机器人 他靠着树 正在帮自己一边上游 一边吹着口哨 哈喽 小女孩跟朋友们 你们要去哪里 陶勒斯告诉他 发生的所有事 让我一起去 或许他会给我一个心脏 当然没问题 你也一起来吧 他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 天色渐渐暗了 变得一片漆黑 陶勒斯发现 有一双眼睛在树后面 嘿 你是谁 快出来 小心点 陶勒斯 你在做什么 万一是怪兽呢 别担心 不是的 好了 我说快出来 这时候 一只狮子 慢慢地从树后走出来 它充满恐惧 非常害怕的样子 阿龙 请不要伤害我 我是好狮子 而且我很胆小 我 我一点都没有自信 看到狮子这样 陶勒斯很难过 他们带着他 一起去找奥兹国王 我希望你也能找到 你想要的 几个小时后 他们进了城 并且问了前往皇宫的方向 一进到城里 他们发现 这里美丽的不可思议 整座城围绕着亮光 还有漂亮的花朵 到处都能听到 鸟儿开心的高歌 他们来到皇宫门前 守卫的地方 我们来见奥兹国王 可以通报他吗 突然 皇宫大门打开了 守卫站在奥兹国王前面 奥兹国王是位慈祥的老人 他穿着华丽的衣服 坐在庄严的王位上 你们为什么想见我 陶勒斯向他解释一切经过 奥兹国王是位温暖的老人 他为小女孩感到难过 事实上 我没办法替你们实现愿望 因为西国魔女 有一只魔法棒 这只魔法棒的力量 非常巨大神奇 会破解我师的魔法 所以首先要把魔法棒拿回来 你应该派你的士兵去 或许他们能带回来 可是他认得我的士兵 他们还没到半路 就会被送回来了 他不认识我们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我们的运气好了 你非常勇敢 陶勒斯 我就先祝福你们 能够顺利成功了 希望你们可以带回好消息 那天晚上 奥兹国王邀请他们 留在皇宫住一晚 第二天一早 他们四个就出发了 他们到达城堡 西国魔女非常惊讶 眼前所看到的 他们是谁 一个稻草人 一个机器人 一只狮子 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孩 嗯 他不知道他们是谁 为什么会来城堡 他立刻派出四个士兵 把他们抓起来 士兵们 一靠近就马上 把他们抓起来 关进大牢里 我要看看是谁 来拜访我 四个士兵 飞下去抓到他们 并把他们 关到地牢里 不 他们要把我们 怎么样 他们 一定是要切开 我们会吃掉我们 救命啊 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害怕的他们等着西国魔女的到来 你叫陶勒斯 你跟我上来高塔 跟我解释你来干嘛 魔女紧抓着魔法棒 他突然看到陶勒斯的鞋子 就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那一双 但龙卷风来的时候不小心被吹走了 于是他打算从陶勒斯身上把鞋抢回来 有了这双鞋 他的魔法会更强大 快到高塔的时候 魔女开始说话 告诉我陶勒斯是你的名字 是吧 为什么来我的城堡 我想回去我在堪萨斯的家 所以我来找你 他们说只有你能够办到 那是当然的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要给我这双鞋子 不行 我需要这双鞋 虽然陶勒斯不知道鞋子的用处 他还是记得仙女的话 他的回答让西国魔女非常生气 他知道陶勒斯不会乖乖听话 把鞋子交给他 所以你不肯给我试吗 我知道怎么拿到 给我过来 他们绕着高塔跑 因为鞋子有魔法 所以魔女就算用法术 也抓不到陶勒斯 西国魔女因为绕着圈圈跑 开始头晕 他突然失去平衡 从高塔跌了下去 当他跌落到地面 他变成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石头 在他跌落前 魔法棒也掉了 陶勒斯立刻捡起魔法棒 赶去地牢救朋友们 你总算回来了 陶勒斯 我们好担心 魔女呢 对啊 魔女怎么样了 他们没有要指我们对吧 现在忘掉魔女吧 我们要赶快把魔法棒 带给奥兹国王 他们立刻逃出城堡 前往奥兹国 拿到魔法棒的奥兹国王 忍不住笑容满面 邪恶的力量终于消失了 多亏有你 陶勒斯 现在来实现大家的愿望 拿着魔法棒的国王 赐给机器人一颗心脏 稻草人的脑袋 狮子的勇气 大家都很开心 狮子一直开心咆哮 轮到你了 陶勒斯 快过来 仔细听我说 每当你 用脚上那双鞋子 在地上踏三次 你的愿望就会成真 你就能回家 跟你的家人团聚了 朋友们知道 分开的时间到了 一一互相拥抱 陶勒斯 因为有你 我有头脑可以思考了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还被困在 田里的柱子上 是啊 陶勒斯 我有心脏了 我爱你 因为有你 我现在是勇敢的狮子了 现在换其他人怕我了 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你们是最棒的旅伴 谢谢你们 我该走了 来吧 可可 准备好回家了吗 陶勒斯把可可抱在手上 脚踏了地板三次 他突然发现自己到家了 亨利叔叔跟爱母阿姨紧紧地拥抱他 他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 现在回到家了 他可以再次跟可可到田野间完了 别打我呀 小羊们打我的头 烦死了 来吧 赶紧下载我们的游戏 看看你多快 大家好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Kodos 并观看最受欢迎的童话卡通篇 别忘了点击铃铛 接收更新通知哦